因為隨堂說他每年有 變了三十公分 怎麼就靈活這樣 他這個小朋友 可以往聲樂方面來拍 真的 我也是這麼覺得 啊 我殺了沒了 三胖 你去 隨堂三十公分隔音 遭鄰居起點還擊 吳宗憲笑歸小朋友 渴望聲樂發展 請請敲心沉睡的心靈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隨堂一家五口 去年六月搬進大執新家 卻被樓下鄰居指控 放任孩子製造噪音 報警處理過兩次噪音問題 但當時五人硬門 警察也束手無策 沒有聽到聲音 為什麼樓上 又沒誠音啊 是嗎 要跟妳帶孩子 我自己帶 你請我們來 其實就算是一個存證 你以後要告他 這個也算是一個證據 雙方溝通多次畏國 最後因為隨堂一句 你們就跟著早點起床囉 鄰居立刻爆炸開擊 而隨堂這間138坪 屋領30年的樓中樓 看似隔音打妹 原價70要1.4億 握選後才以8250萬元成交喔 做錯事 才需要說對不起 我不需要 7號晚間隨堂PO文回應 家中裝了30公分海綿隔音 但鄰居要求沒有終點 那段警察敲門的影片 我們沒有不開門 而是根本不在家 因為我們去花蓮過年了 樓下鄰居來溝通 只要得不到期望的回應 便會說我認識很多媒體 還曾因為覺得樓上太潮 就帶著狼頭上樓罵前無主 某次遇見樓下鄰居太太 她直接對著孩子說星期天不要早騎 因為她習慣玩棋 而隨堂當下也憤怒表示 無法控制孩子假日醒來的時間 或是你早點起床呢 刮糊結果被斷章取義了 有哪一句是謊話嗎 Butt犀利人妻拱手交換 樓下鄰居再度以7點回擊隨堂 澄清毫無媒體資源 只有正常投訴管道 否認曾跟管委會反映 社區噴水池聲音太吵 曾持狼頭嗆聲前屋主 完全非事實全貌 否認曾對隨堂家庭成員咆哮 只有勸導 質疑隨堂稱1月18在花蓮旅遊 被溝通還被嗆聲才報警 1月18當天有新聞顯示 隨堂出席手印會 要求他公布旅遊單據組證 質疑隨堂兩次調解停均不到場 其臉書發文跟事實相差甚大 不排除提出加重誹謗以正視聽 去年剛在新店買房的吳康仁 8號出席記者會時 被問到新家是否有裝隔音設備 那有裝隔音的 我家是鼓動 我不會找人 這個不能多說什麼 我們家的事情 跟最親密的人生活都有 是我習慣的問題 更何況是你的不認識的人 所以大家的習慣需要磨合 所以才需要有管理委員會 這東西 那你是前排的人嗎 我是那種很好睡的人 所以住我樓上跟樓下的人 應該都蠻好的 你可以繼續吵 千金買房 萬金買零 我們那一棟的那個住戶 幾乎可以算是台北市的水準最高的 因為整棟都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珍惜這個鄰居 育嬴室裡面 可能用個海綿 稍微把它隔音做起來就OK了 另外史討唐說他們已經有變了30格 climate 可是鄰居還是這樣 它這個小朋友可以往生業方面來搭 真的我也是這麼覺得 Chelome 滅滅 山派 没吃